现在在网路上看到很红的这两款 在全家 有点反光 好不容易才买到两种各一 不然他有的都是只有各一种而已 然后这大概找了两三家才找到 而且他现在又有两件六九折 这个我们现在打开的是他比较有名的是 起丝舒芙芙蕾布丁 打开 这样 我们来试试看是不是跟网路所说的一样有那么的好吃吗 这样然后这是全家给我的汤匙 来试试看 他里面有这样子一 一二三四四层 先吃第一层 第一层是属于很绵密的 第二层是 第二层是属于有点比较奶油 然后 这个是第三层是 第三层布丁呢 就是属于比较绵密口感的布丁 不是那一种同一布丁 不是喔 是属于比较绵密型的 然后下面 这个 黑黑的 糖 吃到黑黑的糖就有古早味的感觉了那我们现在来一整个吃吃看 这样子一整个 火切面 这样看得出来吗 不是这样子一整个吃 还不错啦 只是说 他单一个 65块 我会觉得 布丁比较好吃 那我们现在来试吃另外这个 满满 布丁圣袋杯 挤不出来 里面 这样 打开他的黑色的是在上面喔 然后为了不混淆口感我们差另外一支汤匙来试试看 一样是一层一层来试 低层 黑黑的这个 看跟刚刚那个模样 一样 一样 感觉是倒过来吗 这边的这个布丁比较Q一点 然后 第三层 奶油 感觉就是把刚刚那个的 搬过来而已 然后吃到最下面 最下面是布丁不是舒芙蕾 说实话 我觉得 这一款 比较好吃 哈哈哈 那 如果硬要给分的话 两个满分 如果满分5分的话 这个我会给到 3.8分 这个可能会给到4.5分 这个还蛮好吃的 这个再吃一口看看 我真的比较喜欢这一款 就是这个 好啦 这就是为今天为 就是今天为大家开箱的 满满布丁圣代杯 以及起司舒芙蕾布丁 看得到 就这样子 好啦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 记得 订阅 按赞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喔 大家拜拜 拜拜